我们昨天开始台中市开快打战 这应该是六都里面少数开快打战的城市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快打战呢 就是要快速地帮民众尤其注射第三季 因为现在第三季大家需求很多 因为疫情很紧张 那根据我们的预估 如果顺利的话到今年年底 1月31号除夕之前 我们大概可以达到67万人到70万人中间 那这应该是全国第一多或第二多的注射量 那我们今天的快打战 就包括这67万人里面的大概15万人 主要是65岁以上的长辈 那我们把它请到快打战 我们开了47个快打战 是全国最多的 那我们透过这样分流的方式 一方面让65岁以上的长辈 他安心的他们是比较脆弱 那需要加强施打的 先把它优先注射 那也免得这些长辈挤到一边的施打站去 包括医疗院所 包括我们的外展站 就是像是麦草或公园 也避免他们挤到那边 去影响到65岁以下 那年轻人的注射需求 那所以把它分流 这个北部地区的疫情非常非常紧张 我们有感 我个人感觉到这个压力很大的原因 在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病毒随时会濒临成下 那因为台湾的流动率很快 尤其接近年节 所以有些民众他会外出拜访 或是旅游等等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样的迹象 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把我们的这个 第三季的这个注射力提高 那第一季跟第二季呢 也希望再催出来 那总而言之 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疫情非常非常的紧张 大家还是要加油 到目前为止台中市 没有个案 本土个案 那我们目前还是相对平稳跟安全 不过我们会随着疫情滚动式检讨 当然我相信这段年节期间 大家能够好好地吃个团圆饭 或者跟亲友聚会 我相信我们会努力努力 那尽量把疫情控制在现在的状况 那大家至少还可以 可以正常的这个生活或是过年 不过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包括市民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至少要守住现在的局面 但是呢 我们还在滚动式的检讨 因为这个病毒 Omicron它本身的传染速度非常快 那也因此呢 我们现在是战战进京 也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情形 我们在滚动时间 如果说万一不幸发生到的话 那我们可能有些限缩政策会出来 不过到目前台中市 是没有本土的个案 所以我们先维持现有的状态 但是不排除如果疫情紧张 会有一点点限制性的这个措施 但是我希望不要发生 卖地 谢谢我们Focus在疫情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